現在的海溫相對還是稍微高一點 不過即將要進入相對海溫比較低的這一塊 所以我們預計未來強烈颱風 低起碼它的強度應該會有逐漸減弱 而且暴風半徑也有縮小的趨勢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未來它移行進台灣北部海面這段時間 也正好是它相對台灣是比較近的這段時段 所以對台灣的風雨的部分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雖然在過去它偏北的分量比較多 也就是它離台灣稍微遠了一點 所以對台灣影響當然程度會稍微降低一點 不過因為今天行進台灣北部海面 相對台灣地區是比較近的時段 所以在雨量的部分要提醒大家還是要稍微留意 目前累積的雨量來看的話 主要今天的部分來講 在桃竹苗的山區已經有累積大概 一百六十毫米的雨量 那今天正好是比較接近台灣通過這段時間 特別在白天這一段 我們預計在今天上午到下午這個時段 台灣北部的山區 桃竹苗山區 還是會有好雨到大好雨出現這種機會 未來的雨量的變化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在今天晚上之後 北台灣地區的雨勢應該會逐漸的趨緩 但是可能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今天晚上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東南部山區的雨量一直在增加 特別南台灣高坪地區山區的雨量呢 預計呢 這雨量應該會持續的累加 即使在明天颱風遠離之後 警報解除 這種西南風影響情況之下 南部地區的雨量呢 應該會持續好幾天 這也是在這裡特別提醒 南部地區的民眾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至於在風浪的部分 我們用整個台灣地區未來估算的雨量跟 風浪情形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台灣地區目前觀測到比較大的風浪呢 在台灣基隆北海岸北部的沿海地區 已經觀測到十幾的震風 浪都有出現大概是五米浪左右 我們預計今天在白天專案時間 颱風通過北部海面專案時間 我們預計在基隆北海岸以及馬祖地區 有機會出現六公尺以上的大浪 提醒也要注意 另外震風的部分 除了在台灣沿海地區 北部地區的沿海 有機會出現十幾左右的強震風 市區的部分可能受到一些地形的屏障 風力可能稍微弱一點 但是有一個地方 就是中南部沿海地區的地方 也有可能出現九到十幾的強震風 雖然中南部地區 它現在不是在整個警戒區的範圍之內 不過它的風一陣一陣 特別在沿海地區 還有就是今天晚上之後 中南部地區的雨量 特別南台灣地區的雨量 山區應該會有持續累加的這種情形 那至於在浪的部分 除了在北部地區當然是影響 接近颱風關係影響比較大 在台灣東半部地區跟台灣的海峽的沿岸地區 也有比較大的大概三到五米的浪高跟 九到十幾的強震風 這也是要提醒不在警戒區範圍之內的 中部以南地區要留意的地方 以上是這一節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